美国跟世界贸易组织WTO真的要决裂了吗?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昨天才说要讨论美国退出WTO一事言之过早 总统川普立刻就跟着开炮 指控WTO过去对美国非常非常糟糕 希望该组织能够改变做法 他甚至放话警告WTO 如果美国遭到补当对待将会采取反击行动 不过他并未明说会动用什么具体手段 有趣的是川普在撂这一段狠话之前 才有新闻报道川普团队正在草拟法案 允许总统任意提高关税跟特定国家谈判特殊关税比例 而这两项条款都违反WTO的规范 不过川普对WTO心怀不满也并非一天两天的事了 日前路透社引述一位亲近川普的消息人士指出 川普私底下曾经表示过要退出WTO 虽然这不是正式的提议 但由此可见他对WTO的态度并不完全正面 川普对WTO放话引起轩然大波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紧急出面收拾残局 他解释川普一直以来都明确地表达自己有所疑虑 认为WTO存在着许多不公平 包括中国跟其他国家专漏洞自谋其利等 反观川普则是专心在解决全球的贸易问题 希望能够看到体系的整顿 尽管白宫出面缓夹 但川普跟WTO之间的紧张气氛存在依旧 短期之内恐怕不会改善 华尔街电视新闻记者刘欣整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